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携带匕首等最新高潮因素导弹的能力 将军们承诺 一年后 军队将装备打批心机 据俄罗斯观点报网站 12月28日报道 最新改进行战略轰炸击图-22-3M28日开始工厂试飞 俄联合航空制造集团公司由AC总裁尤里斯·柳莎里在试飞仪式上承诺 老款飞机将从明年起交给工厂深改 并于2021年交付 俄空天涓远程航空兵司令谢尔盖克贝拉斯指出 心机拥有人工智能 战斗力令人印象深刻 由于目前所有的外国同类产品 由AC公布了图速22-3M的首飞视频 它在1500米高空飞行37分钟 在此期间 解键了新系统和新设备 报道称 驾驶飞机的事是飞员奥列格配图名领协的机组 飞行员们表示 飞机在规定状态下飞行 系统和设备工作正常 由AC指出 深度改造后 飞机将安装火产新型数字化机在无线电侦察系统 以及新的导航 通信 瞄准设备 发动机 和燃料自动控制装置 电磁站设备 我们制造网站五月报道称 喀山飞机场将在2020年前改造约30架图 负22兆3 报道还称 28日升空的飞机 是上市第70年代苏联主 明远程超音速轰炸机屠复22兆 北约代号逆火的继承者 如今的屠复了12兆3兆 是远程夺任务战略轰炸机 上一个改型是屠复22兆3 今年8月中旬 屠复22兆3兆 在喀山首次亮相 军队信使网站当时发问 行飞机上到底有什么新东西 文章作者猜测 除了已经提到的发动机改造之外 首先引人瞩目的是机器上新出现的大量天线照 毫无疑问 天线照下绝大多数是新机载防御系统的天线 新系统取代了原先旋转式机关炮 机器无线电秒转距的位置后 这已经没有用处 而且 天线照还不小 里面装着某种厉害的东西 不过 作者认为 更重要的改造是恢复了前属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时 在美国压力下 从屠复22兆上拿掉的空中加油装置 专家认为 屠复22兆3兆 恢复了俄罗斯与美国的力量平衡 俄战略技术分析中心专家阿西里卡申 对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表示 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飞机 它可以根据局势需要飞到中东 追击敌舰或摧毁任何战场的战略目标 有了屠复22兆3兆核心杀伤武器 全世界再次变得出手可及 参加过实战的工训飞行员弗拉基米尔波波夫 对观点报表示 这是一种全新武器 飞机符合21世纪的要求 它改进了发动机 燃料效率随之提升 飞行时间加长 这对 战略空炸机来说 意味着很多 不过 额安全会议科学委员会委员 莫斯科大学教授安德烈马诺依洛 对现异攻炸机 能否迅速完成改造表示怀疑 他说 一年恐怕改造不了30架 但2019年 肯定可以改造10架或更多 问题主要取决于产能 而不是钱 狼製作人的礼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